这个坚强的母亲,丈夫中风瘫痪,同时还要承受丧子之痛 半夜哭醒的时候,她不停地想,生命还有什么值得留念的呢? 但是当她看到病床上的丈夫,那么努力地想活下去,那么积极地做复健 她告诉自己,不可以放弃 所以她一边照顾先生,一边做酱料筹挫医药费 未来还希望能帮先生办一个画展 姜丝均匀沾附地瓜粉,然后进油锅炸地一次 把它用下去,要慢慢用 油沥干以后,还得用麻油再炸一次 再回锅一次,它就会麻油香味吸进去 炸完姜丝,杨妈妈接着炸蒜丝 蒜丝和姜丝对小家庭的料理相当方便 像是松板猪,加一点就能轻松赏菜 现在重点来了,我们那个姜 比较香,比较香 其实加越多越好吃 要是说那个姜的感觉 拌在这里 这样排斑就好了 全部把它倒下去 自己要吃好一点 用蒜丝炒也很对味 直接这样拌就好了 天气越来越冷,做麻油酒正是季节 天气越来越冷,做麻油酒正是季节 麻油酒吃的对我们女孩子的那个都很好 做这个不是我的兴趣 不过人生活很现实也很无奈 一定要,就是说要怎样可以过日子,可以赚钱 然后又可以顾到我老公 因为我老公就是他,基本上他 每天你都要看着他 他什么时候要跌倒你都不知道 说起做瓶瓶罐罐的背后 杨妈妈有太多,太多心事 今天我已经像自己讲过好多次 我今天一定不要流眼泪 我要做一个重新的活 这么多年了 杨妈妈每每谈起生命的磨难 总要先提醒自己不要哭 他的先生杨欣妇 曾是三重知名的功夫画家 打的一手好拳,也画的一手好画 嫁给功夫画家的他 跟着习武,也学表画 是外人眼中的神雕侠侣 没想到十多年前 先生突然脑血管流破裂中风 失去意识 医生说,下半辈子应该是植物人了 杨妈妈回想,当下 他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如果我走了 我老公怎么办 我老公是不是我 我儿子他们 我老公一定 我儿子必须要负责照顾他 所以我自己照顾我老公 我都感觉到力不从心了 未来的小孩有小孩的家庭 如果我们还把这个问题留给他 这样也不可以 还好老天没断了所有生路 先生奇迹似的苏醒 半生却瘫痪了 家庭的巨变和庞大的医药费 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 儿子也承受不住压力 结束年轻的生命 他生病了,我尽量不要 不要哭给他看 我就说 知道了,这很痛 这儿子是我们的 我们一定知道 让他过去 让他过去 今天没有要哭 今天没有要哭 说不要哭我在想 不要讲我儿子 讲我儿子我就很难过 我感觉说 应该他现在也 很快乐啦 他在天上 他也会看着爸爸的 他会顾着爸爸的 对啊 失去孩子 杨妈妈说 是命被掏空的痛彻心扉 但是看到先生强烈的求生意志 和积极复健的努力 他实在舍不得一走了之 所以擦干了夜里奔腾的泪水 他继续做酱料 炸姜丝和蒜丝 一边攒生活费 一边照顾丈夫 进人事啊 不一定会成功的 因为我刚开始就是 想说我这样赚赚赚赚 赚这么少 我不知道要存到什么时候 你好 好姐妹和好邻居 知道杨妈妈的苦 三天两头就来当志工 帮忙切姜洗姜 这个叫竹姜 我们一定要拿回来 我们就把它清洗 因为我不放心 我都想说 都有看到的 我会比较安心 年初杨妈妈因为送货 摔断了腿 先生也暂时安置在安养院 爱看吗 真的好漂亮哦 你看 都好漂亮哦 对啊 不错 这样就会打筋就好起来 我实在 有这段的辛苦 才知道 我到底的感情 怎样 说不出来了 没有 没经历我们 寒厕国 哦 哪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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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来就要看你画画哦 嗯 哦 这次来看你画画 背头都没带 实在很想接丈夫回家啊 杨妈妈感叹 但是以现在的身体状况 她真的无法兼顾赚钱和照护 空着的美术馆 和挂满墙壁的油画 早可以租出去卖出去 但是她就是舍不得割爱 现在她开始转念 不要舍不得卖 我感觉说 这是她很喜欢的画柱 虽然是她很珍惜 可是可以用她很珍惜的画柱 来改善她现在的生活 现在的生活状况 因为我 我没能力了啦 譬如说耍几千里以后 回来就是在这里 然后再这样 那我感觉还是有那个气势 没有啦 很久了啦 脚都不行了啦 这个是手双功 其日表演的兵器拿不动了 其实真正重的是她身上的担子 日子虽然太苦 杨妈妈说 至少自己现在做的 是带给消费者美好的味道 这个味道是她请进时间和心力 催促出来的 未来也许不明 但是她还是有梦 等赚了一点钱 要帮先生办个画展 所以在这之前 她告诉自己 不可以哭 是什么 我已经在这之前 没有什么 我已经在这之前 不可以哭了 你 我已经在这之前 我一直在这次 你才会哭了 那我已经在这之前 我一直在这之前